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的最后两段 finally don't ask or talk about previous relationships 我们到了最后面的finally 最后呢 don't ask 这是一个否定的起始句 前面加上一个don't 后面接原型动词 所以这是一个否定的起始句 他说呢不要去问或者是去谈论 什么东西呢 previous呢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为previous 我们看音节第一个音节pre 第二个音节vi念成v ous念成us 整个音节念成 整个字念成previous 那previous呢这个字呢 是个形容词中文翻成先前的 以前的各位还记得吗 pre这个字首呢 其实它就是before的意思 所以呢不要去问 或者是谈论以前的 先前的relationships 那这边的relationship 指的就是一段感情的意思 以前呢你曾经呢 谈过有过一段感情 好那个这个字 我们就用relationship 当然你也可以当作是人际关系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people who talk about their previous relationships usually haven't gotten over them yet 我们看这一句 people who talk about 那看到这边有一个who出现了 对不对 talk about their previous relationships 好一直到这个地方 各位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呢就是一个子句 如果Andy问你说 这是什么子句 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子句吗 好我们先看到 第一个字是people 对不对 people呢一定是名词 这边名词当主词 所以用来修饰名词的 同学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又叫做关系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人们 哪些人呢 那些谈论着他们先前的感情的那些人 好那usually haven't gotten over them yet usually通常 haven't gotten over 我们先看这个pin 这pin名词叫get over 那get over呢 指的后面接名词呢 指的是从什么什么之中恢复过来 比如说你以前有一段感情 那段感情呢 你有一点点受伤 你一直走不出来 你走出来了就是get over it 那如果你没有走出来的话呢 你就用否定的 所以说呢 那些一直在谈论他们先前感情的那些人呢 通常他们呢 还没有从之前的感情当中呢 恢复过来 所以这边的them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them是复数 所以它代替前面的复数名词 这边指的就是情感感情的意思 那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蛮常见的 就是yet 那yet通常呢 它会跟否定放在一起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上位 还没有 所以说呢 他们呢 通常呢 还没有呢 从之前的感情的受伤当中走出来 If you complained about your ex Your date may think you are still not ready for new relationship 我们看这一句 一开始呢 又给了我们一个假设语气了 if开头的 所以呢 假如呢 you complained about your ex 好 这边第一个动词要知道的 就是complain complain这个字呢 是抱怨 跟什么人 抱怨什么事情 向那个人 接系词用to 关于什么事 接系词用about 表示complain to more than about某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呢 if you complain about your ex 好 如果呢 你一直在抱怨你的ex 我们看看这个字 ex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就是前男朋友 前女朋友 或是前夫前妻 我们英文就念成ex 那这个字呢 刚刚呢 讲到的complain这个字 Andy要这边呢 再补充一下 它的名词 只要在complain的后面 加上一个t 就变成了它的名词 中文 也是抱怨抗议 或是怨言的意思 假如呢 你在抱怨你的前任的男友 或女友 your date 好 你约会的对象 may think 他可能会认为 你may think think什么呢 好 这边呢 他省略掉了一个 that连接词 他可能会认为 你这个样子 好 那就是indy 又要问你了 这个that 是我引导的这个字句 虽然说 他把它省略掉了 对不对 请问一下 这个that字句 是当作形容词 还是名词呢 你一看到may think think是想 想是一个极物动词 对不对 那既然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那么 你就应该可以知道 这个think呢 在这边是想认为 对不对 极物动词 这边后面要接受词 只有什么词 可以当受词呢 当然是名词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由that的 所引导的 这是一个名词 词句 所以呢 你的约会的对象 可能会这么认为 认为怎么样呢 you are still not ready for a new relationship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念成ready 为什么事情而准备好 be ready 不要忘记了 要加上一个介细词for be ready for 所以呢 对方可能会认为呢 你还没有准备好 为了什么东西 而准备呢 一段新的感情 a new relationship 好 接下来 最后一段 in conclusion respect your date and show your sincerity 我们先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conclusion 它的意思呢 是结论 推论 这个字的动词 念成conclude 也是一样 推断出 或者是断定 或做出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那这样子呢 我们接下来呢 in conclusion 这两个字 是一个片语 我们中文 把它翻成最后 或者是总而言之 好 所以呢 总而言之呢 respect your date 好 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念字呢 念成respect 来 第一个音节 re 一个音节 re 一个音节 spect 一个音节 respect 中音节 落在第二个音节 它的意思 当作动词 叫做尊敬 名词 也是尊敬 它是动词 名词 同一个拼法 念成respect 所以呢 总而言之呢 你要尊重你的 约会的对象 那这个respect 这边呢 也是原型动词 放在聚首 所以它的意思 就是一个起始句 你不仅仅呢 要尊重你约会的对象 而且要show your sincerity 你要展现 好 show这个字 在这边就是展现 展出的意思 你要展现出你的什么呢 sincere sincerity 好 sincere的意思就是真诚 诚心诚意 你的诚意 你要把它展现出来 那sincerity这个字呢 其实是从sincere 这个形容词 演变过来的 sincere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诚恳的 好 接下来 if you are not in the relationship don't worry a new relationship will be coming along soon 好 假如呢 你现在呢 不是没有恋爱的对象 或者是没有 谈到感情的对象 if you are not in the relationship 我们看一下 relationship呢 这个字我们刚刚已经出现过了 对不对 它可以当作情感 所以我们说呢 be in a relationship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就是恋爱中的意思 恋爱中有谈恋爱的对象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be in love 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正在恋爱之中 所以呢 假如呢 你现在呢 并没有你谈恋爱的对象 这是一个假设语气 对不对 don't worry 那么你就不要担心了 a new relationship will be coming along soon 一段新的感情呢 will be coming along 这个用的是未来进行式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片语念成come alone come alone 原本的意思呢 叫抵达 或者是出现 那这边呢 我们就翻成出现的意思 一段新的恋情呢 即将会很快的就出现了 那这边的字 soon这个字 它的意思就是 即刻不久 很快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句子 good luck with your first date 好 good luck with 通常我们在祝福人家 好运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good luck with 一个名词 或者是good luck to you 都是可以表示一种祝福 谈恋爱这件事情呢 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Andy在这边呢 祝福各位 在不久的将来 或者是如果你现在 正在热恋之中的 要好好的珍惜 对方的情感 好 那我们这一刻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